这是章节的主题三 月经周期 月经是当子宫被脱落 妇女每月的出血 月经血从子宫流过子宫颈的小孔 并在卵子未受精时通过阴道排出体外 月经周期是女性生殖系统的复发过程 在此排卵和月经发生为妇怀孕做好准备 平均月经周期为28天 范围从21到35天不等 月经周期从女孩进入青春期开始 以为受精卵的到来和发育做好准备 平均月经周期为28天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月经期 它发生在周期的第一天到第五天 如果卵巾在上一个周期释放的卵胃受精 子宫内膜 为受精的卵子和血液会在月经时通过阴道排出 月经标志着新月经周期的开始 月经周期的第二阶段是修复阶段发生在周期的第六天到第十天 在此时 子宫内膜开始长大和修复 子宫内膜变后 富含血管准备好让胚胎的植入 月经周期的第三阶段是受精期 它发生在周期的第十一天到第十八天 子宫内膜持续增压 子宫内膜持续增压和血管继续发展 排卵过程发生 在此成熟的卵子从卵巢释放到输卵管中 排卵过程通常发生在月经周期的第十三天至第十六天 生育期是女性怀孕机会最高的阶段 这里的问题是 我们是如何得知这个生育期阶段的 这是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出的 这将在下一节中被讨论 第四阶段是经前期 它发生在月经的第十九天到第二十八天 有两种情况会影响经前期的发展 那就是当受精发生或不发生的两种情况 回顾一下上一节的内容 Fertilization 受精是指熊配子和磁配子融合形成核子 这将发生在月经周期的第三阶段 即是生育期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种情况 如果发生受精 它将如何影响经前期 如果发生受精 子宫内膜会进一步增厚并充满血管块 在此形成的核子或胚胎会向子宫移动 并将其自身植入子宫壁 子宫内膜保持较厚以为胚胎提供营养和氧气 让它可在整个怀孕期间中生长 第二种情况 当不发生受精时的情况 子宫壁会再次破裂 月经周期重新开始 这是月经周期的四个阶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月经周期的受精期之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男人和女性的结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主题的结论 结论是 如果在生育期里发生男女之间的性交 导致怀孕的受精将很有可能发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让我们进行以下讨论 平均月经周期为28天 周期范围从21天到33天不等 在每个月经周期中 排卵发生在第13天至第16天左右 成熟的卵子从其中一个卵巢释放到输卵管中 排卵后成熟的卵子能在输卵管中存活一至两天 例如 如果在第13天发生排卵 则卵子可以在第13天到第15天生存 如果在第16天发生排卵 则卵子可以在第16天到第18天生存 精子被注入女性生殖系统后最多可存活三至四天 如果精子在月经周期的第11天注入到阴道中 卵子受精会发生并导致怀孕 通过计算 如果精子在排卵期的前两天到后两天之间 被注入到女性生殖器官中 女性怀孕的机会很高 这是月经周期的第11天到第18天 月经周期的第11天到第18天被称为生育期 Fertile Phase 再强调一次 这主题的结论是 如果在生育期发生男女之间的性交 导致怀孕的受精将很有可能发生 这是本主题的所有内容 月经周期的受精期与受精过程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将讨论月经期间的个人卫生 月经期间需要高度的个人卫生 以避免泌尿生殖系统感染 例如尿路感染UTI 女孩在月经期间可以采取以下卫生措施 第一是经常洗澡 第二是使用干净的内裤 第三是定期更换卫生护垫每6小时一次 这是主题月经期间个人卫生的内容 第三是定期更换卫生护垫 三谷一年之后 三谷一年之后 第二是实集兽的人卫生护垫leri 第二是 ник我ас